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世阿凡达 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讲 大师所讲的第三只眼显化的原理 以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认知呢 去看待第三只眼的显化 大师在他的一个开示中跟我们讲到 开启第三只眼其实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第三只眼的超能力它叫Shakdi 是梵文的文字Shakdi 另一种叫Sikdi 然后这两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在影片中 在我的录像中不停地会跟大家讲到的 就是大家疑问的 我必须要去找大师开三眼吗 我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或者是什么人说他第三只眼开了 或者怎样 这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也就是说呢 一个阿凡达所能开的第三只眼呢 它的原理是建立在我们万物合一 同一性的这个原则上的 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第三只眼的超能力呢 叫做Shakdi 它是最圆满的 最安全的 以及绝对 一个绝对的科学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实现的 并且是只有积极的 结果的 不会有任何的负面的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超能力 然后呢 Sikdi 大师讲的 其实就是你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的 第三只眼的显化 那么Shakdi和Sikdi的最基本的区别呢 是你的基础 Shakdi呢 是在同一性 Sikdi是在自己的ego这个基础上建立的 因为我们的宇宙呢 本质是同一的oneness 所以呢 一旦呢 你是有Sikdi 就是自己的在ego的这个基础上 是我在显化 我在做这件事情 我怎么样 你越显化了 你的自我的意识就越强 这样的话 就是你和这个真理的偏差呢 也就越大 相反的 如果你是一个阿凡达给你开的第三只眼呢 你在显化的过程中 知道不是我在显化 就是你的ego会消失 而是说呢 Mahasadashiva 我的这个意识源呢 他通过我来显化 他的能量 我只是一个传导的一个个体 这个时候呢 你反倒不会是 这个 也就是说 他的效应都是积极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呢 把自己的自我心给放掉 而且大师讲呢 其实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在你显化Sakdi的时候呢 你的自我认知呢 会提升 你会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你和万物是同一性的 然后呢 你的那个 意识觉醒度会变高 你的 一致性 Integrity 也会升高 你的责任感呢 也会加强 然后你的 Bliss 你的生活的状态 其实会更加的愉快 以及 积极向上 就是所有一切的 大家能想到的积极的结果呢 都会通过显化Sakdi 来发生呢 然后呢 同时呢 也 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呢 更加的一致性强 更加的 Responsible 更加的Integrity 这些时候呢 当我们呢 用那个 同一性原则 来 规范我们的行为 以及认知的时候 我们第三只眼的 这个Sakdi 这个能力呢 也就越强 因为就这个时候 我们才是跟那个 宇宙意识原是 同一的 那他显化呢 也就是 更自然这样 然后大师讲完了 这个基础之下呢 大师讲的 给我们分享了一个 他 当时呢 一个 他跟他的大师 师傅 Arnagiri Yugiswar 给他的点话 第三只眼 开启了一个点话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事实上的大师说呢 他之前拜师啊 有其他的一些师傅 在教他 就是第三只眼的 也跟他讲 这个宇宙的原理 是同一性 Advaita 这是个凡文的词 Owness 就是万物是同源的 那其实他是知道 有这个认知 他是知道 有这个知识 knowledge 但是一直都不是在 他认知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没有用他来 指挥自己的行为 那这个情况下 大师讲 其实如果是一个 很 很大的一个事实 一个真理呢 你在知道 他的情况下 还不能理解他 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 像便秘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说他当时 其实就是卡在这 他听说过很多遍 但是没有办法 真正的用他 理解他 什么是 到底是 Owness 一致性呢 同一性呢 什么是 怎么用这个 同一性来指导 自己的每天的行为呢 直到了他遇到 他的最终的 这个师傅 Aronagiri-Yugiswara 然后他呢 这个师傅 就在有一节课 跟他开讲 这个Advaita 当大师呢 说了这个词之后呢 Swamiji 当下就 哦哦哦 要 就就哦 我听过无数遍 就有什么好讲的 就很不耐烦呢 然后那个 那个Aronagiri-Yugiswara 就用他深邃的眼神 大师说像海洋 一样深邃的眼神 看着他 然后他就瞬间的 就觉得哇 我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好像有一个反思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震撼到了 然后呢 这个点画的故事 非常的神奇 Aronagiri-Yugiswara 当下呢 就是把他的手 抬了一下 就叫他Swami 就叫Swami 只叫他Swami 然后 意思就是 他们俩是没有 没有语言的沟通的 只有身体的这个 肢体语言 就是Aronagiri-Yugiswara 把他的 把他的右手 抬起来 就叫Swami 就叫那个大师 就叫Swami 去看 然后Swami 当时他就是 一点就透啊 瞬间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在问他 这个动作 就是在问他 你能 抬起你的手吗 然后他瞬间呢 也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就回答说可以 仿佛就是回答说可以 因为他是 无声的 就是 只是肢体语言 很短的 很小的一段 沟通啊 然后他瞬间就 哇 这个故事 非常的神奇 就是大师 瞬间一下就通了 所有他之前 卡在那儿的 就是同一性 到底是什么意思 瞬间就理解了 他说他当下的 顿悟的那个感觉 就是 那个认知 就是 原来呢 我身体中的我呢 这个意识呢 他是可以发一个愿的 就是他可以呢 指导一个物质 去动起来 就是我心中 有一个愿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我呢 所谓的我 可以让一个物质 来移动 瞬间他就理解了 这个 第三直言显化的 根本的原理 就是说呢 我是意识源 同一的 我就是意识源 我就是意识 意识呢 是高于物质的 就像是我能把我的 因为我是意识嘛 就像是我能把我的手 抬起来 这一个 啊 这个行为 这个能力呢 我可以让空气运动 我可以让石头运动 我可以让一座山运动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移动日月 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是意识 这些物质呢 都是可以被我支配的 然后呢 后来大师 其实在他其他的开始中 也跟我们讲过 就是所有的物质 都是在意识上面建立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 作为意识呢 是宇宙中 活的那一部分 就是有生命的那一部分 唯一有生命的那一部分 我们才是真正的 就是能对 所有的物质 发号施令的 那个 那个存在的状态 我们是最高级的 然后大师就是通过 这么小的一个 就是他和师父之间的 这样一个很微妙的一个 沟通的方式 瞬间理解了advita 意思 oneness 同一性的意思 就是说 我是意识 我可以支配 我是 我是 可以支配所有物质的 所有的物质 都是建立在 我作为意识的 这个状态上的 从此呢 他就说 第三只眼 在有了这个认知的指导下呢 就一定是 强有力的显化的 然后他也说呢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显化了一个能力 没有显化出来 你可以选择 一问自己说 我这个没显化 是不是就不行 没打开 你也可以选择说 我这个有显化的经历呢 我一定还能再显化更多 只不过是 这个可能 没显化的 这个可能是 我不理解他的语言 其实大师讲的 其实原理就是这么简单的 你能移动你的手 你就能移动风和石头 和水和山 你之所以呢 现在没有把山移动 只是因为你和他沟通的 这个语言 你还没掌握好 你要掌握这个语言 也就是说 你是有具备 移动他的这个能力的 就只是你要把 跟他讲话 这个沟通这个语言 再掌握得更好 这是中间 唯一需要做的一个功课 所以呢 就想也通过这个录像呢 跟观看所有的 这个 这段大师开示的 这个 介绍的 朋友们呢 给大家 就是也传达这个信息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 阿凡达给我们开的第三只眼呢 首先呢 它是同一性原则建立起来 它是最安全最强大的 它的结果一定是 积极的向上的 然后呢 对我们的人生 是绝对有提升的 让我们的意识觉醒度提高 绝对是 越来越高的 然后再有呢 就是 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意识是可以 是在物质 以及动作之上的 一个存在体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第三只眼显化是 无庸置疑的 是一定可以的 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 大家在心中的 所有的疑惑呀 或者是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的 这些全都可以扔掉 你就只要有这样一个 认知 就 我是 意识 我可以移动物质 你有这个认知 你就知道 你的人生是可以 你的第三只眼 超能力是可以显化的 并且你的人生 也是你可以创造的 因为我们在创造人生 也是物质被我们移动 说白了也就是物质被我们移动了 就是我们可以显化自己 所有想要的人生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了 那么就在这儿 把这个原理呢 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然后呢 对显化第三只眼超能力 感兴趣的朋友呢 非常鼓励大家来 印度班加罗尔见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 在世阿凡达 他呢 可以给大家 到至今为止最多的 三十一天的项目 可以给到一百多个 第三只眼的超能力呢 所以呢 这个是 一个阿凡达 在世在一个人的身体中 出现的这样一个状态 能给我们的 一个体验了 就是说一个阿凡达 如果不是这种状态下存在 他是没有办法给我们点化 他必须在一个人体中出现 才能这样给我们第三只眼的点化的 而且呢 大师是 在开启第三只眼 这个科学上走得最远的一个 地球上线存在的师傅 所以说呢 想要开第三只眼的朋友呢 一定要来印度班加罗尔见大师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每天能等 processo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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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